小朋友好 我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臭臭小獅王 小哈是一隻小獅子 他長得很可愛喔 有一身光潔亮眼的中毛和強壯的肌肉 小哈的力氣很大 跑起來的速度也很快 他的動作非常的俐落 各種運動都難不倒他 小動物們都很佩服他 叫他小獅王 小哈永遠有用不完的經歷 只要坐在椅子上三分鐘 他的腳就覺得 好癢喔好癢喔 一定要到外面去跑一跑跳一跳 一整個下午 他和斑馬踢足球 和野牛賽跑 海水樹上的猴子爬樹 一直玩到了天黑 大家才依依不捨的回家 小哈一回到房間裡 就脫下了臭衣服臭襪子 往旁邊隨便一扔 就倒在床上睡覺了 一天又一天的過去 他總是說明天再洗澡啦 就這樣連著好幾天 小哈都沒有洗澡洗頭 就上床睡覺了 原本光鮮亮麗的中毛 變得又黑又髒 原本柔順的頭髮 也變得毛毛髒髒的 亂亂的 臭臭的像一堆稻草堆一樣 小蟲子們看到了小哈的毛毛頭 開心的叫了起來 他們最喜歡臭臭頭了 就這樣小蟲們一個接著一個的 住進了小哈的臭臭頭裡 過著快樂的生活呢 小哈有的時候也會聞到自己身上 嗯 是不是有什麼怪味道啊 毛毛的頭覺得癢癢的 但是玩都沒有時間了 哪有空洗澡呢 就這樣就過了好幾天 味道越來越大了 大家漸漸的都不想再跟小哈玩了 有一天小哈覺得沒有人跟他玩 好無聊哦 就回家跟家人一起吃飯 在吃飯的時候呢 他突然覺得頭髮癢癢的 就抓啊抓了頭 沒想到竟然釣出了一隻小蟲子耶 還釣到了碗裡面 是爸爸氣得大吼了一聲 小哈你馬上去洗澡洗頭剪頭髮 爸爸的吼聲真的又大又紅亮的 這下子小哈可趕緊的去洗澡洗頭剪頭髮囉 小哈 小朋友我們來幫小哈剪頭髮吧 拿去你的小剪刀 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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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 小哈就把小哈的頭剪得整整齊齊的 而且啊還梳成了最流行的非洲草原頭哦 香噴噴的頭讓小蟲都住不下去了 一個一個的搬家了 剪完頭的小哈好得意啊 這下可成為一個帥帥小獅王哦 他唱著 小小獅王正威風 跑起路來向正風 小小獅王正威風 我大叫一聲 紅龍龍龍 小朋友你也和小哈一樣喜歡踢球賽跑爬高高的嗎 運動的時候記得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哦 想一想如果身體臭臭了會有什麼感覺呢 大家會喜歡和你一起玩嗎 再想一想如果頭髮亂七八糟打結了 會有什麼後果呢 會不會被媽媽剪掉 記得在外面玩回家的時候要洗澡哦 做一個乾淨的好寶寶 拜拜